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通常我们要measure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的这个J-tube会优先放进去 immersed进去potassium hydroxide先 所以我要重复多一次 就是说我们通常要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会先放进去potassium hydroxide先 会放进去potassium hydroxide 会帮忙我们吸收CO2先 然后吸收完CO2了 我才来把这个J-tube放进去birogalic 因为我不能先放进去birogalic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J-tube放进birogalic先的话 它会弄到你整个实验会乱掉 因为birogalic它可以吸收CO2 它也可以吸收O2 所以很麻烦 所以我们要优先先放进去hydroxide先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放进去hydroxide的话 它就会吸收完CO2了 我们才来放心地把它放进去birogalic 因为剩下O2罢了 理论上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carbon dioxide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拿10-9.3 因为9.3是forpotassium hydroxide 不是9.3 不是9.4 我这里写错了 9.3 所以你就拿10-9.3 除以10 10就是那个initial length 乘100 你就得到7% 所以CO2就是7% 可是问题还要你算O2 Oxygen 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咯 就拿9.3 减掉8.4 OK 再除以10 乘100 答案就是9% OK 答案直接是boy OK吗 答案straightforward 直接是boy OK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要proceed了 所以第18题formula 所以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 就bio里面的formula 你要再摸索过多一次 因为毕竟formula这一个呢 尤其是你的nutrition那一边 OK 就是那一个 sorry 就是那个peanuts 燃烧peanuts 跟那个vitamin C OK 这些其实是很少出的 所以可能今年会出 也说不定 所以你们就多看一下 OK J-tube也是一样 所以我再接下去 所以第18题是boy 然后呢再接下来第19题的话呢 19题的话 它就是讲到 inhalation 跟exhalation 也就是说 你的respiration那边 OK 只是呢 这里的话 它就是会有问到 ABCD 哪一个represent time when the rib bone start moving upward OK 所以它start moving upward的话呢 就是指inhalation OK 所以呢 inhalation的话呢 你还要看回去 你的physic那边 如果你inhalate 就是发生inhalation的话呢 我们的lung里面的air pressure 就是会减少 对吧 我们lung里面的air pressure 就是会减少 所以外界的air pressure 比较大嘛 所以它就会把外界的空气 挤进去我们的lung里面 对吧 就是一个典型的physic OK 所以再重复多一次 inhalation 它会 你的rib bone 开始是moving upward 跟outward 我们讲outward OK 所以呢 它就会导致你整个 thoracic cavity的volume增加 OK thoracic cavity的volume增加 所以我们都知道 pressure 其实就是跟 volume乘反比的 对吧 physic volume乘反比 所以呢 你的volume越大 你的pressure肯定就是会减少 所以呢 你inhalation的话 我们的lung的volume就会变大了 所以呢 air pressure减少了 所以呢 外界的air pressure比较大嘛 所以它就会把那个 外界的那个空气 挤进去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它有讲到start moving upward start刚开始 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c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的话呢 你就是c 所以如果你讲start moving downward 这个就是acceleration 答案就是a 如果你讲start moving downward的话 答案就是a 可是问题是start moving upward 所以答案就是c 所以刚刚开始 你的inhalation刚刚开始 所以最好就是c 所以这个就是学到一些些 关于到physic的东西了 因为pressure是跟volume乘反比的 OK 所以我们再去修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呃 是90是c 然后20的话呢 20的话 这个也是不需要看太多了 20 这个啊 就是分明是一个气孔 所以spiracle 啦 OK吗 spiracle OK吗 spiracle OK 所以可能 这个就是 它的trachea 然后这个 毛毛 小小条 就是trachea 所以呢 它会connect 跟那个muscle OK 可能这里 就是 这个就是trachea 可能它尾端那边 会黏着跟muscle 啦 我就不懂啦 可能是muscle 所以呢 这个就是muscle OK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所以20体是boy 然后21的话呢 也是一样 OK 21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是一个percentage coverage 所以呢 计算方式很简单 全部加起来 area全部加起来 0.91到0.4 全数加起来 然后你得到3.19 OK 再除以 你多少个quadrat 6个嘛 OK 所以这只是呢 这个6个你要乘多 它的area啦 刚刚好啊 area是1m2 就没有什么影响咯 所以就乘1 乘100 所以你就得到答案了 OK 有时候呢 考题它要怎样抓你呢 它就改变它的area咯 还有改变area 就比方说 它讲它一个格子是0.5m 0.5m 所以它一讲到0.5m的话呢 你的area可能就是0.25m2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啊 所以这一题 类似这样的题目呢 你要注意它的area 所以分分钟钟 有些学生就是因为没有看area 所以才算错啦 所以这一个就是考题的陷阱 我们这样讲啦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陷阱啊 所以你要看好来 OK 所以21就是donkey 然后再接下来呢 这个我要快一点啊 因为我打算要到28 才会比较tally一点 OK 再接下来22的话呢 22的话就是一个ecosystem OK ecosystem的话呢 我们就是 答案就是C啦 OK 这个是很直接 streetforward 跟着你的课本 C就是ecosystem哦 OK community of living things living organism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non-living environment OK non-living 比如讲 就是那一些 microclimate啊 就总之是 erbiotic factors啊 living就是biotic factors 然后 non-living things 就是 欸没有 living就是biotic factors啊 抱歉 non-living就是erbiotic 对吧 所以biotic factors 就比方说 你的prey predator consumer decomposer 这些东西啦 然后至于erbiotic呢 就是你的pH temperature humidity microclimate 等等之类啦 所以这一些就是C咯 OK 然后A的话呢 它是community的叙述 B就是habitat D就是它的niche OK吗 所以二十二体就是C啦 扎进啦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 二十二是C了 然后在接下来 二十三的时候 所以二十三就是 你的那个hierarchy啦 所以最外面的就是kingdom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这几个hierarchy 多个 七个啊 所以kingdom phylum class order family genus species OK 所以这七个到完全不啦 所以U 很明显就是phylum 啊 U就是phylum啦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是一个facts来的 所以就不能argue啦 错的话就是不能argue了 所以二十三就是C 然后在接下来 二十四二十五的话 其实是蛮简单 所以其实要告诉你们 一到二十五是我出的啦 OK 我认为应该是 没有什么难啊 OK 一到二十五其实是我出题的 OK 所以二十四的话呢 pollutant 这个也是很简单 它要减少oxygen的amount嘛 所以就是carbon monoxide咯 所以二十四就是boid OK 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 然后二十五的话呢 这一个砍伐数目 不可能是dealing of ozone layer啦 OK 所以很直白的答案 所以二十五就是A 一二三 那些错二十五真的是要被 被打啦 OK 所以不可能是四啊 砍伐数目不可能是造成 dealing of the ozone layer OK 所以呢 就一二三啊 所以二十五就是A 所以这一个我就proceed啦 所以在接下来二十六的话呢 二十六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啦 所以你要猜得出 它是什么答案呢 其实你看到mixed blood就可以了 OK 因为我们其实 circulatory system呢 我们会学到四个 human 然后 amphibian fish 跟inset 这四个不同的 circulatory system OK 当中mixed blood的话呢 唯一一个 就是amphibian 在我们的cilibus里面啦 唯一一个 就是amphibian 因为amphibian 尤其是在它的 ventrical里面 它是没有分开的 它是mixed的 OK 就像跟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的话 是有四个心房嘛 可是青蛙那一边 它就有三个咯 OK 因为我们人类呢 就分得很清楚 atrium left atrium right atrium left ventricle 跟right ventricle 只是amphibian 它只有一个 ventricle 所以它是mixed blood 答案 boid咯 OK 所以我们closed circulatory system 就是会有 closed的话呢 就是会有 human 然后fish 跟amphibian OK 然后open的话呢 open的话就只有 inset而已啦 OK open就是inset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就 posed哦 我还有两题 很快吧 两题 我就放你们了 OK 所以26题是boy 然后再接下来 27的话呢 接下来27啊 OK 26是boy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27 等一下 27的话呢 OK 这一个就是你的transport 也是一样啦 在form5 chapter1 跟刚才26一样 所以呢 这一个是blood clotting那边 所以protonbin 读trombin trombin是一种enzyme 因为它要convert fibrinogen 变成fibrin OK 所以因为fibrin 它是一个insoluble protein 所以它需要enzyme 所以这个enzyme 它需要什么呢 它要怎样把protonbin 变成一个active enzyme呢 所以它就需要到calcium ion 跟vitamin K 所以答案就是donkey 所以很直接的答案 straightforward donkey 所以27就是donkey OK 所以呢 last就会提了 last就会提 今天就会提 所以diagram15 这个是一个immune immune system 所以我们的immune system 其实是会分为 三个line firstline secondline 跟thirdline OK 所以firstline的话 就是指我们皮肤 mucous 等等之类 口水 等等之类 然后secondline的话 就是讲到 white blood cell phagocytosis那些 然后thirdline的话 就是这一个 比较specific一点的 就是antibody 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thirdline的immune system 就是会有分为 这四个 尤其是在我们课 本里面 我们的syllabus里面 我们就会学到 这四个 opsonization lysis neutralization 跟agglutination OK啊 所以opsonization的话呢 它其实是会 more to marking mark跟highlight OK 所以它mark了 highlight了 好让那些white blood cell 认得 这些pathogen 因为毕竟 因为毕竟我有跟你们讲过 这一些pathogen呢 比如讲bacteria 或是virus呢 它们身上其实是会有一个 specific的protein 我们叫做antigen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们的IC这样啦 它们身份证啦 OK 就是说每一个pathogen 它们身上都是会有 特别的antigen OK 这些都是它们的身份证喔 所以呢 antibody就是会认得 这些antigen啦 所以呢 opsonization它就是marking 跟highlight OK lysis的话呢 它就是会分解 OK lysis它是会分解 不是digest喔 它就是会死烂 它不是digest啊 它是死烂 然后呢 neutralization 就是会分别 就是会neutralize掉那些 toxin啦 那些毒素咯 OK lastly就是agglutination agglutination就是比方说 我们的血液 不匹配的话 就比方说你是B血型 只是你突然间不小心 拿到A血型的血的话呢 你就是会造成你的血液会凝结 会agglutinate 呀 所以agglutinate的话呢 它就是会造成fatality的喔 就是会造成死亡的喔 所以这些你们需要注意 呀 所以我们就是会分别 就是有这四种不一样的 immune system OK opsonization lysis neutralization lastly就是agglutination 只是 最好的答案 就是C 二三四 OK 至于有学生问 为什么不能是E呢 因为 antibody 它其实不算是digest 它就只是纯粹breakdown好了 撕烂好了 OK digest 其实是white blood cell 呀 digest是white blood cell OK for example 是white blood cell 给吗 因为white blood cell 它们有ribosome嘛 所以它可以digest它 antibody 只是纯粹是一个protein antigen也是protein 所以它们就纯粹是 好像类似撕烂掉它 breakdown掉它 等等之类 OK 所以最好的答案 二三四 OK 所以答案就是C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只是 拜师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早一点放你们 因为我就是还要回学校了 因为有初二要回校领书的缘故 所以因为我们的课又是八点 所以可能会早一点放你们 OK啊 所以就是这样啊 二十八 是C啦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OK吗 OK吗 所以没有的话 我就是要断开这个meeting了啊 OK 所以只是你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feel free whatsapp 还是什么啦 OK bye 所以就先断开先啊 OK 所以就三二一 所以就后天见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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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